大家去收看丹车奇遇 郑国庆很高兴地请到了 我们的梦想的起点作者 蓝丽娟 丽娟还有就是我们资深的音乐员 林秋林林老师来节目现场 一起来分享一下 惊奇互动 丽娟一个活动的开始 你上过聊天 一个活动其实它是从准备 包含就是说实际上面 准备跟实际经常是不一样的 特别有什么感觉 我这次去当然是觉得 万事俱备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梦想 把它完成 但是在我身在其中 我其实看到很清楚 就是好多人 包括我左边的林老师 就是他一切都俱备好了 然后你会真的感觉到说 之前人家会说 只要梦想你有梦想 你去做就一定可以成功 可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到 有些时候你都万事俱备了 会有一些因素 很奇妙的影响到你原来 要走的那个计划被打乱掉 不过老师其实我们就说 我们去参与一个活动 一个长的活动 我们说钱准备好了 饭店也订好了 整个路程都安排好了 但是心理准备好了没有 当然愉悦的心事准备好了 但是老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其实对你来讲 在心理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应该算是一个考验 这个事情方便跟我们谈谈 当然可以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 接待了就是我岳父的事情 然后决定了告别式的时间 那刚好就是在我们 整个经济互动的一个中途的一个时间 那时候其实对于要不要回台 回台湾来奔上这个事情 事实上我也做了很多的沟通 跟我家里的人 那我太太一开始她也是鼓励我 她说你去把它完成吧 不要造成一种遗憾 你看你中途离队脱队 然后就是那再赶回去吗 还是怎么样 你就变成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然后她已经说就跟我讲好了 就说好那我就完成我这整个 旌旗互动的挑战 就是就不回台奔上 可是呢已经做好决定 当然我们就是整个心情又换过来 就是好吧那就专心的骑车吧 专心的完成这个事情 可是有一天晚上呢 这队友们在我房间里面聊天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有一位张之光张院长 就又忍不住来跑来跟我说了那一句话 他说邱琳你 我是当你是好朋友 可是你如果不回去台湾奔上的话 那这个朋友我们是做不成的 那我被这个话 我觉得好重的一个负担 我觉得说好吧 我那天晚上我就答应他说 好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说我们去的地方 都不是什么大城市 可能光是杰安特 不只是要安排我们几十号人物的 吃喝拉撒 然后还要再单独拉出来 把我送到一个有飞机的地方 然后让我回台湾 然后再飞回来 然后再去接我 哇真的是怕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可是也真的是 标哥真的是一声令下 他们底下马上动员 然后就如期 就是让我在数千那个地方 然后把我送到南京 机票帮我买好 然后就回台湾 然后再回去就把我接过去 再完成这整个的旌旗互动 实在是一个非常 其实这中间离开了三天 其实我们 我刚刚看老师在讲的时候 丽娟 还有我们在听的时候 其实我看完整个书之后 其实我是心有戏戏 我会有那种感动 那其实我说整个过程当中 在这么一群人 朋友当中 他从陌生 变到他敢跟你讲说 你不回去分上 你这是不孝 你不回去 我就不跟你做这个好朋友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队员之间大家的互动 这个是很难令人想象的一个影响地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当然了老师的整个的一个心情的挣扎 我们真的你看你这样子 开始还骑了将近一段时间 十几天的一个路程 自己内心的挣扎 怎么样再去做抉择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是除了大家物质外界看到的 所看不到的东西 内心的挣扎 当然了这个老师愿意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成长 当然其实老师在这样心情的 挣扎过程当中 在内心上面有我们一些什么感触 很深的感触 非常非常两难 对 可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完成了 也就是说至少我也回台奔山了 对对 而我也完成了这次的近期互动 那相信不管是哪一件事情 都是我这一生中很 很没有难以抹灭的一个记忆 没错 这个一生当中非常难能可贵的记忆 20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感觉 当然也是谢谢杰安特的一个大力的帮忙 不过我们刚刚看了精彩的影片 是单车日的朋友提供的 我们要谢谢单车日这个杂志 好 我们继续其实老师我们刚刚讲的 内心的这个分享 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来谈一谈 比较轻松的一面 那其实在你们这样起床的过程当中 沿途我们说它还经过了 像你这边统计资料说 经过了有13座的古城 经过了三个省 三个市 还有长江黄河 我们沿途的整个的一个景点 我们也稍微帮大家做一下 介绍一下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边是走到了 这是苍州 苍州 河北省的苍州 那它就是霍元甲 霍元甲的故乡就在这里 苍州是练武 对 练武 然后像清朝的大学是 那个季晓兰也是这里的人 季晓兰 对 那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苍州的铁狮子 铁狮子 然后它是铸造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因为中国 它现在是对于很多的古迹的保护 它没有 它的观念是比较 不像跟台湾还有点距离 所以我们去看到的时候是会觉得很伤心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金山寺 金山寺 那虽然它说 虽然说是 应该要历史很悠久 不过它也是最近才重修好的 老师这个呢 你们不到黄河 对 到了黄河呢 大家怎么不当好汉呢 推着车再走 那个便桥 因为我们其他的大桥呢 可能我们这样子来骑乘 会危险 因为黄河中就是一个南北的要道 所以我们拉这个便桥来走会比较安全 然后呢在黄河边上会有一个仪式 然后有彪哥的一个铜像 住了一个铜像 然后我们也去了 没有喝黄河水啦 还不一样 抓一把黄河土啦 捧一捧黄河水 捧一把黄河水 抓一把黄河土 黄河土要带回来 有有带回来 他们还特别准备了袋子上 你装回来 是 很可爱的 不过你们成员里面开玩笑说 那是 那有点像那个太监的宝贝 不过抓回来之后当成宝贝 好好地存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这个彪哥还洒了一下黄河的水 整个的感觉 其实你实际上去接触之后 那种感觉 只有靠自行车 大家才能够那么亲近 但靠自行车是没办法登到泰山去了 到泰山大家还是要轻松一下 那也太恐怖了 泰山有一个南天门 我们在缆车上面 我们就看到这样子上去的那个石头 我就问了他们说 那古兽的皇帝来登泰山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爬那个南天门 那天门那么长的 几千阶我忘了几千阶 是坐轿子人家飞上去 对 坐轿 那皇帝是坐轿子 其他人是用走的 那真的很难 好 这边我们又来到了孔子 大家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孔子的故乡了 孔子的故居 连那个加油站都有孔子的画像 有棚子远方来好好的家家远 结个园 这边是孔庙吗 对 这是孔庙 在这边你碰到一个很好玩的 我在书里面有叙述 很好玩的一个 就是颜回 孔子的大弟子的颜回的 第六十四世的孙女 来当我们的解说员 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所以进去孔庙就会觉得 哇 好过瘾 比如说他就会讲到说 什么叫做勾心斗角 这是成语嘛 可是我们实际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乌语跟这个屋顶 两个中间就是为什么会交叉 其他里面存在很多一些 就是回谐的典故在里面 结果他的说明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亲自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我们要完成 最后要骑到了上海去 到了上海 我看到这些影片当中 大家的家人都等待这个地方 那个瞬间那种感觉 是非常感动人的 不要少特别热情 不要少特别热情 我看光看了里面 他就不光亲彪哥 不知道亲了好几次 对啊 其实我们在旁边看了 都有点不好意思 太热情了 可是我又不能把 勾要抓起来亲一下 OK 我刚刚已经看到 你们两个吃泡面的画面了 大家要记得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君 好 谢谢林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惊奇互动的 真的的确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个经验分享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